德班市拼赛步入尾声 作为国拼的头号强敌 日本球队却未能达到预期的高度 其中日本男拼头号选手张本志和 以2比4落败于我国选手梁静坤 未能进入4强 女子头号选手伊藤美成 也在与中国的陈梦的比赛中 0比4遭遇败绩 此次是拼赛对于日本队而言 可谓困难重重 深话理解这场比赛 不得不提到张本志和与梁静坤的激烈对决 张本志和原本有机会 冲击自己职业生涯的第一枚是拼赛脚牌 甚至有可能冲击男单冠军 然而梁静坤的坚韧不拔和扎实的实力 无疑挡破了他的梦想 尽管张本志和展现了顽强的斗志 大比分一度搬成2比2平 但在关键的天王山一战中 梁静坤顶住压力 拿下了第5局 最终以大比分2比4取胜 让张本志和错失了 是拼赛个人首枚脚牌的机会 在女子单打比赛中 日本队的伊藤美成在与陈梦的比赛中 同样也未能挽回局面 以0比4惨败 伊藤美成这近两年 一直在与中国乒乓选手的对决中处在下风 这次比赛依然未能突破这个困境 再说回张本志和 虽然不少球迷对于他赛场后叫颇为反感 但他的赛后态度却令人印象深刻 虽然赛后张本志和表现得非常遗憾和懊悔 甚至在接受采访时哽咽落泪 但张本志和主动找对手梁静坤握手 并用中文鼓励他加油 这一幕令人对他的印象大为感官 看待张本志和如果抛开他的身份 那么以他的水平 实力 毫无疑问是世界顶级的 但怎奈何中国队过于强大 日本队始终无法撼动国平的霸主意味 1.1.1 3.2 4.4 4.4 5.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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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